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德安百货在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 因为四月份要换老板 那么这次是由谁来接手 是由房东元大建设来经营 德安的租金一年大概是上亿 即使是营业额16亿 但是董事长呢 黄春发仍然决定放手 但是元大现在刚好是扯到贬家闭案沸腾的时候 对于入主百货业相当低调 未来德安改名字叫做智虎百货 一折两折租约到期疯狂出新 开了17年的德安百货 3月31号正式走入历史 由房东元大接手 让老员工很舍不得 在这边十几年了 到老师傅 会怎么样 有感情嘛 你就知道是有感情嘛 我会舍不得 我也希望说继续留在这边服务客人这样子 对德安老招牌很有感情 租金一年要一亿多 即使年营业额16亿 3月31号组约到期 不景气董事长黄春发放手 让元大建设接手 董事长黄春发出身美丽华集团 拥有美丽新饭店 是德安集团董事长 有德威航空 德安百货 台北店整给元大经营 台中店继续营业 德安4月1号挂新牌 元大接手后更名为日湖 生活百货 4月5号重新开幕 元大的原来计划是说 朱月到期回收以后它要盖豪宅 那最主要因为是这个不景气的状况 那么元大这个既然房子已经收回来了 他放在这边也有点可惜 所以因此呢 在德安不再继续做生活百货的情况之下 那他就决定由他的元大建设来投资 德安一主元大后 100多名员工干部不动不裁员 贵位也暂时不做更动 员工私下透露 元大接手德安 不用元大经控的名义 由元大建设成立的日湖百货有限公司 来经营德安 担心车上别案敏感格外低调 17年的德安百货走入历史 最后拍卖出新业绩要充3亿 要在元大接手前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中文新闻王启平蔡孟真 太宝宝 好